歡迎參觀高家繡球花田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Ted 我們現在在陽明山最有名的 高家繡球花田 後面的滿山滿海的 滿山滿海嗎 滿山遍野的繡球花 然後大家都知道拉卡聖地 我們今天的任務很特別 我們今天要專訪一下 高家繡球花的船人 為大家介紹這個高家繡球花田 我們去看吧 走 很高興今天這個是我們現在高家繡球花現代的掌門人 我們請老闆跟我們聊聊就是高家繡球花田 有一點由來歷史啊的故事 我們最早期這邊的園區 全都都是做栽種的 是銷售全台灣的切花繡球花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步道真盛 變很多遊客來 然後都會衝進來拍照 我們損傷很大 後來我們就說 啊好 乾脆我們錄園觀賞 一個人收取一百塊 然後開始經營 所以才變成現在的這個打卡聖地 不可行 我看到有了很多人在這邊拍婚紗 來拍婚紗有另外收費嗎 有 我們婚紗的話就一組一千元 這我們有送他一球捧花 祝福他們 喔 繡球捧花 喔 那這麼多種顏色 顏色怎麼分啊 它其實不是酸鹼脂 它是品種不一樣 我們園區大概有八個品種 然後八個顏色在酸鹼脂下去的話 所以那個色澤都會變很多種 最熱門的花季的時間 是每年的什麼收到什麼收咧 我們開放期間就是五月到七月 最盛開都會在五月底到六月中左右 七月之後就沒有 他們就不開花了嗎 因為繡球很怕熱 所以他遇到熱的時候 他就開始穩縮 老闆最後再跟我們觀眾說一下 什麼時段來最好 人比較不會那麼多 什麼時段來最好 那一大早啊 要不然就是當晚 而且你多早開門 我們預約時段五點就開門 五點就開門喔 對 我們今天也是五點開門 五點還真的沒有什麼人 很多 五點就很多人了 我們都是專業的來拍 職業拍照 然後跟Postplay 那你是喜歡挑沒有人的時段嗎 對 因為他們要拍大節目 我們今天這個繡球花園啊 跟大家分享 特別的那個網美牆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這邊 拍出一些美美的照片 來 老闆謝謝 謝謝 謝謝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幾點 為在陽明山竹子湖 基本上要來的朋友們 只要在Google Map上 直接輸入高家秀球花 就可以找到了 因為已經是非常熱門的景點 第三是北投區竹子湖路 17-2號 這邊提供大家聯繫電話 出發前可以先詢問一下 花礦再決定要不要上山 交通部分如果要搭公車的話 石派接運站搭小8 北投站搭小9 竹子湖派出所 或胡天橋站下車都可以 另外假日的時候 要注意避開養隔大道 上山的管制時間 是早上8點到下午3點 下山管制時間是下午2點到6點 高家秀球花田現在有兩個園區 分別在不同的地方 第一園區有網美秀球花牆 而第二園區則是有 愛心造型的秀球花田 而我們今天的畫面 都是在第一園區拍攝的 秀球花又名 八仙花、草秀花、紫陽花 是一種常見的園藝裝飾花 花色一般包括紅、藍、紫色 會因為所在環境的酸鹼度 引起花色變化 所以也可以作為天然的酸鹼指示劑 在酸性的土壤偏向青色 中性到鹼性的土壤則偏向紅色和紫色 夏季開花也常用於製作乾燥花 而秀球花也是日本神護式的四花 秀球花的花語分別是 希望、忠贞、永恒、美滿集團聚 秀球花在開花的時間告訴人們 春天來啦 春天的到來表示希望的到來 美好的愛情是彼此對對方永恆的愛 而秀球花也有愛情裡面 忠贞永恆的象徵 秀球花開花時 它的花瓣會依靠著彼此 代表著家人之間的感情 彼此是彼此的依靠 因此美滿團聚也成為了它的花語 秀球花顏色有很多 而不同顏色的秀球花也寓意著不同的意思 例如白色代表著天真和純潔 紅色代表著團聚 而紫色的秀球寓意著浪漫和繁榮等等 最後給想拍到空景照的朋友們一些小建議 平日上山絕對比假日來的人少 在早上8點前上山 比較不用閃人拍照也不用排隊 若是尤其喜愛拍照及專業拍照的遊客 更建議提早上升 最早凌晨5點後 就可以配合開園賞花 但是必須要先跟園區預約喔 好啦 各位朋友 就是美好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那我們今天跟各位分享 高家秀球花田的節目就到這邊 所以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還有訂閱 大家再見 掰掰 剛剛來的那個路上 我看到那個老闆超可愛的 老闆還用那個radio播放一段很好笑的 歡迎參觀高家秀球花田 請往前走到前面白色帳篷入口處 高家秀球花田的花顏色最多 也是附近最大的花田 有網路落門打卡景點花牆 請往前直走到前面白色帳篷入口處購票 歡迎大家到我們粉絲專業高家秀球花田 裡面按讚 花礦怎樣我們都會公布在裡面 掰掰 我們再次歡迎大家 別的訂閱 我在這裡 做一些小光帳篷入口處購票 我們在看見 我沒有看到 我們 大家